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SKB的中文叫派顿吗 这个笔其实什么型号我也不知道 就经常我在淘宝看到 然后顺便就买一只这样子 因为个人我是对这种透明的笔挺毒的 挺上译的 反正就是这种完全透明的 因为你懂的 然后这根笔我先看一下怎么踩 先看一下 那个好像是台湾出的是吗 但是我觉得应该现在笔产应该都 台湾应该没什么工厂了吧 现在是真的台湾出的吗 然后他就这样子一个夹 反正这根防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是个平的 好 先量一下多出吧 好吧 那么多长不是不是出长啊 是这样子 然后那个13.5的一个长度对吧 然后第打开的话就是那个12.5好 然后下来好先讲一下这根笔吧 反正我不知道是库存痕迹还是什么 呃 你们应该能看到这个笔并不是特别特别的一个通透 这种就是说这种呃怎么讲这个塑料我不知道是库存放的久要怎么样了 那这个笔夹反正就是有点仿的味道 就是说像这种其实直直过去就可以了 呃 呃就是为了不一样的呃 那个把这个防防这个复刻 叫复刻吗 啊叫复刻复刻味道有点浓有点浓 这个假如我不太喜欢 呃反正就是这个东西嘛 反正我觉得不是什么怎么难不出所事 反正就是我觉得我是挺支持的 说实话 因为这样子才会进步嘛 然后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它是平的 你们看一下 我转一下圈 哪里看到 转转有一个微微弯区的 但是另外一边是没有的 整根比方就说看起来还是挺怎么因为透明嘛 看还是挺好看的 然后整个拿反正就这样子拿 反正直接这样子转也没问题 反正拔的话是插拔的 然后有一个就是说防磨干的一个这样子一个 呃内内寸 可能这个这个这个这样我真不知道叫什么 反正就是一个防磨干的一个设计吧 呃再下来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怎么不弄透明 两块透明不会好看一点吗 反正就是颜色什么这个完全是个人化了 笔盖上面反正整根笔拿起来这个粗度还是挺舒服的书写起来 就算非常适合书写的根笔 因为它这个仿的味道真的有点太浓了 我觉得为什么我现在这么捏的时候吧 就跟那根反正是差不多 那几根笔啊我都捐出去了 就是说说都送出去 那就吃上衣卖什么的了 呃 然后呢就所以说没办法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就是说怎么就是一个呃 对比啊或类比这样子 但而且它这样子我这么拿嘛 这个笔盖很平的这种是叫那个什么异性笔盖吗 刚刚说那个瓶的那面不是正的就我这么拿手它不是正的呃这个是一个问题 呃另外的话其他的其实你说讲也没什么好讲 因为这里你说也没弄点那个凹凸纹然后增加摩擦力对吧 虽然我觉得其实这个意义不是很大 用处也不是很大 但起码是说我觉得一个是产品上面的诚意问题了 然后这里一颗小钢猪就正常的 然后呃这个反正就是吸墨器也是属于那种就是说嗯 白金的那个嘛 好像白金比较便宜的那个反正就 诚意来讲这一根的话就不算特别够了 我觉得当然它价格是很沉也是算是比较诚意的那一根 但是我觉得透明比最有诚意的这种就这个价价位的一个透明比的话我觉得就是那一根呃 echo的echo第二单那个就完全完全联系墨器笔是全透明的那一只 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呃不记得的可以留言给我 然后我把链接发给你们再看一遍这样子啊好 那个我就先上下墨然后就 哎好要要扭正刚刚没有扭正然后这样子看 我就上一点点就我就差不多上一点点吧就不上太多了 因为反正这根笔呃评测完以后我洗完基本上也是那个你们懂的反正就 嗯也就因为我也不会用说这个真的是实话 因为这么多的笔其实也用不完 主要是给你们看他们一个出息 然后我这个出息是那个ef间的呃 好那一个这个叫我叫派顿吧可以吧 skb吧先哦写起来的感觉呃很硬 呃但是一点都不温柔真的真的是挺硬的 呃好大概就这样子其实差别它比无印的那个还细一点 其实粗一点点嘛但其实这种心理差别正常 嗯现在应该除了学生以外我觉得很难就是呃有那个怎么讲就很难会有一个 嗯就是说机会就经常书写这样子了 所以反正就我觉得这个笔这个东西反正看你们日常需求吧 然后再来看呃够不够买或怎么的 而这根笔房大概就差不多这样子了呃讲地方啊上面还有一个 嗯小黑的星星图黑黑黑的这个这样子一个星星图案吧 嗯其他真的特点吧真的没有找到说说哈 好那一个就这样子吧呃那个视频今天就拍到这 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嗯好那一个或者加我微信好好交流交流给星好谢谢大家